很多朋友都关心我们在去广告的时候谈些什么 我可以告诉大家 最近咱们扎老师刚刚到云南山区去访评问苦了一把 对吗 并不是初衷 其实正好放暑假我带着女儿回来 因为我女儿在美国上高中 然后还有一个她的朋友更是在美国生美国长的 两个高中的女孩一起跟我们一共有10个人左右 把朋友去云南 结果就去了西双版纳的山区已经到了边境了 就翻过山就是缅甸了 就没有想到 看着点心不像太穷 这个是木瓜薄饼 对这是景洪就是他们的城市 特产 特产 对很好吃 挺好吃 你要就去景洪就是些游客如云 而且我还惊叹他们的消费能力这么强 这一场什么歌舞表演都是100多块钱 然后你入场以后 你看着都是不是公费旅游 我认为大家都很多都是家庭 所以它那个地区的很多也不是外省的 就是云南各地来的也不少 有一个小康的这种中产阶层所谓的这么一个人群 可是我们开了车就上山 只是早上很早出去晚上回来这样 你看能走多远啊 就到了边境那种大山上 马上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因为它没有修路 有些段修了一点 上山还是就是盘上而上雨 一下雨全是泥那种 然后到了那些基诺族的山村 我们去了三个不同的民族 看看照片 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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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给我们看看照片 哎呦 这是小姑娘 这个好像是哈尼族的 就是一个山寨里面 还有一个布朗族的 这小孩你看他没有玩具 就弄一个小花 而且还正好是那天就是有外来的客人来了 这些村民弄一些花纸的塑料的什么 然后穿上他民族服装跳舞 这个是基诺族的 就是一个他其实是从外边念了职业中学又回来了 取了一个汉族姑娘回来 这是他们做饭的火堂 就我们做了很多 你看这个是在哈尼族的那种一个大林子里边 因为那天正好除了我们还来了一些客人 他们就没有这么大的桌子 就在林子里边 你看铺了芭蕉叶 然后用这种大洗脸盆 这洗脸盆都特别像我们当年 就是七八十年代那种塑料盆 对 它里面放了他们聚餐 聚餐煮的粥 烤的肉 这些就是说我们同去的一个是叫孙力哲 他当年是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 很有名的视角医生 他说这个景象就让他想起当年他们在延安 那是三四十年前 村民来看北京知青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里边外来的 外面来的人还很少 所以这些小孩就都来看来了 你知道吗 就是看我们那些人 然后你看这个他叫拉培 这个没手的当地女大款 是吧 对它是他们村里边最能干的一个女强人做茶的生意 所以他就给我们宰哥宰 我还真的他们当地还确实是能搁上午 平常还穿这些衣服吗 不是 就是这一天被跳舞穿了 然后大家都没下地 可是这些村子里实际上我们后来聊天 问起来就是年轻的 有很多轻壮年还是出去打工了 比如去景洪 他们这几年普洱茶火了以后 就生活比以前好了 多了来源了 就比如去茶厂 去看了一个制茶厂 全部是二十多岁的女工 就各地的乡下来的 能一个月挣一千块钱 然后包吃包住 他们就觉得很好了 完全是手工的 在那挑茶叶 可是你到了这些乡村 我一问 就是普通的一般的四五口的人家 一年他也就是两三千块钱 那你想就每个月 两三千块是靠种地 不是 就是他能收入卖茶 卖点山货 这是比较活奔了一点了吗 他有了一定的交通 有了一定的贸易之后 其他他们自己种点稻米 他自己吃 就是吃的和住的没有问题 房子也都是 当地那是森林 木头房子 顶多弄点瓦 但我感觉还是很穷 这跟陈丹青老师聊天 他不是现在上山下乡吗 他又到农村去画画 他去的农村回来跟我讲 当然他是只是看到他看到的 陈丹青特有的语言 他说现在这个农村 就是城市建设土出的渣子一样 他就说他见到的乡村 就是破败凋敝 就是说你会感叹 乡村生活方式 好像没有了 因为青少年不都出去了吗 老话题咱知道 村里就是老弱富儒 农民都上楼了 对吧 这种乡村的生活方式荡然无存 而且你就看着 尤其是一些城乡结合部 还有垃圾遍地 让人感觉到 甚至有人现在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 是不是还是应该有农村的 还是应该有我们想象中的农民 这种生活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悖论 你看像丹青说的 我想恐怕是一些内地的农村 它还是发展来了 多年前我听过 就有一个作家张前亮说 我们西北发展不起来 我们是很有风景的 很干净的 欢迎你们大家来污染 他在一个环境和文化会议上 呼吁大家来污染 所有的作家都很愤怒 因为我们城市里的 尤其是文人的想象里边 青山绿水 这种田园式的生活应该被保存 它是淳朴的 是原始的 可是实际上 穷人 就是说在贫困的山西 你不要让他知道 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一旦他知道了 他就是老子要吃饭 老子要花钱 你知道吗 老子要开车 老子要包着奶 城市人凭什么让我们 过着这种田园式的生活 你们看我们 因为我感觉去西方版纳 确实风景如画 那茶园高大的树 什么各种植物水果 就茂密扔的地上就能长 它就是这种潮湿的 非常暖的这种气候 可是你去了方帝的山村 你感觉 当然我是带着城市人的眼光去看 就是美国人的眼光 对 是有一种轻微的这种罪恶感 就是说你觉得我们是不干净的人 一国情调 对 但是我觉得是矛盾的 最近徐老师 你要他们封闭下去 就这样保存了 最近徐老师是看了另一头 到了我的祖籍山东 对 我到了山东 我先说一下吧 就是说 我其实非常非常想回到我插队的地方去 插队在哪 江西 我合计了 合计了很多次 都还没约好 我相信我假如回去的话 我这个感受非常深 因为我那批插凶 我们都在讲 插凶 插凶 就是一起插队的朋友 我们都简称叫插凶 他们现在有的是厂长 有的是什么外企的 有的也有的出国工作 什么 大家都合计 大家没有回去 但我最近去的是山东的北部 昭远 来阳 蓬莱 那么他们发现了一些 我原来没注意到的现象 来 咱们留个悬念 原来没注意到的现象是什么呢 广告之后你就知道了